今日楼市困局,很多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,我认为政府只需要负一半责任,另外一半应该由立法会议员负责。当年政府出招,包括SSD额外印花税,BSD买家印花税,DSD双倍印花税等,都要立法会通过。 但是很奇怪,即使立法会议员各怀鬼胎,各政党又逼屡分明,但是一度表决打击楼市措施,就立刻抛开成件,对政府提交的打击楼市议案,差不多全体一致通过,而且不会对有关议案提出质询。他们当然是不知道楼价上升的原因是供应不足。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很奇怪,以立法会议员的智慧,没有可能不知道,或者大多数立法会议员都持有物业,政府不知道如何解决楼价飙升问题,无形中替他们的资产增值,最蠢的人都不会倒自己米,所以便任由政府出招。 当问题还未解决之前,更加可以任意炮轰政府,到那时候才进立法会议员职责还未迟,许智峰强抢女EO电话事件,周浩鼎躺着也中枪,被叶楼说他愚蠢。 难道以及听CY说,是什么原因我真的不知道,但我认为业流其实是在止喪骂怀,表面上话周浩鼎,其实是话全体立法会议员,如果他们不是愚蠢。 难道以及听CY说,通过哪些辣椒议案,流史又怎会去到今天的困局,今届政府也知道立法会议员这三宗罪。 所以,当稳地小组提交了18个稳地选项,并没有征询立法会议员意见,而是进行为期五个月的咨询期,并且希望市民参与。 老实说,假激流史辣椒已经推出了接近10年,今日才公开咨询,即是告诉市民知道,昔日负责把关的立法会议员是愚蠢。 难道以及听CY说,各位立法会议员应该收到讯息,如果林郑出招,一定要问清问楚,最紧要问是否除了出招之外,并没有其他解决办法。 如果不问,任期含含含糊糊通过,昔日负责没有效用,甚至出现反效果,就一定会被人说愚蠢。 难道以及听林郑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